穿著綁藍色貼身禮服的李生 外面套著白色小外套 頭上戴著亮晶晶的頭罐 還有長長的流蘇 一次排開 六十個人都是同樣的華麗裝扮 非常引人注目 不過一早寒涼的天氣 讓李生們有點吃不消 冷嗎 大家 超冷 大家一起說 超冷 雖然冷 但是這個場面實在難得 六十位李生參加同一場盛事 是創團十一年來 人數最多的一次 我們第一次出六十位 然後就是 我們從一開始到 就是頭飾服裝 就是總共半年的時間去準備 然後頭飾就是也是趕到 就是昨天早上起點我才趕完 這整身的裝扮花了半年時間 而這一次安平 浮城堂 浮德鎮神要前往屏東車城 浮灣宮 開光啟鄰的迴輪大典 二十七號是十二位李生參與 二十八號更是出動到六十位李生 規模盛大 主價的神明是浮德鎮神 所以我們以寶藍色去呈現 然後如果像媽爪 我們就會以橘色紅色系去呈現 冠聖地軍 我們就會以綠色系去呈現 穿著亮眼的李生們走在街頭上 絕對是民眾矚目的焦點 這一次繞進大典 肯定熱鬧非凡 三菱軒網上有何晨峰台南報導